瑞士登山好手斯特赫 挑戰著木裸碼風的時候越難 中年四十歲 斯特赫曾經打破多項登山速度紀錄 獲獎無數 由有各位回顧這位爬山健壯的一生 以超乎人類想像的速度 登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斯特赫在2008年挑戰歐洲最糾竅之一的 艾格峰北坡 只用了2小時47分鐘就完成 2015年更加一口氣登上亞爾卑斯山 全部82座高過4,000米的山峰 在62天內完成 膽大心勢勇於挑戰人類極限 為他贏得瑞士機器的稱號 在2009年和2014年 斯特赫分別贏得 有登山屆奧斯卡之稱的金兵稿獎 出發不出的 超乎人類的 出發不出的 出發不出的 可賺得瑞士機器的 出發不出的 大陸 出發不出的 出發不出的 活力 但今年他回心轉移 準備下個月和朋友 以新路線 不帶輔助氧氣 挑戰連續登上珠峰 和世界第四高峰駱子峰 所以你不能回復 所以我認為你會很累 但這是一個挑戰 士達克上星期三在網上說 剛剛完成即日來回珠峰營地 和七千米山峰 說這樣比起在高地過夜 更加容易適應環境 不過在星期日早上 幾個登山人士 在海拔五千多米的一號營地附近 發現士達克的遺體 相信他滑下跌落山坡死亡 終年40歲 有線電視記者 有家威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